都说最可怜的是肖战一家的球迷。 迪利热巴代言被取消。 肖战粉丝在微博之夜上展现了惊人的团结, 这依旧是内鱼圈令人羡慕的存在。 微博之夜近期可以说是娱乐圈最受瞩目的话题, 甚至可以说整个娱乐圈都在期待着这个盛大的活动。 各位明星的粉丝也在积极准备着, 他们都想给自己的偶像展示最好的一面。 然而,微博之夜的门票并没有对外公开销售, 所有门票都是直接邀请的。 一些与活动有关的员工、媒体和品牌都有门票, 各大粉丝俱乐部也会拥有相应的团体票。 肖战的粉丝则面临一些困难, 因为肖战没有粉丝俱乐部, 所以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来帮助球迷参加活动, 也没有排票、团票等粉丝福利。 甚至肖战是否会参加活动也不得而知。 所有肖战参加的活动都是由球迷自发组织的, 就像在2020年的星光大赏上一样, 粉丝们拼命争取门票, 抱着孩子一样的心态, 克服了所有困难走上舞台。 当时, 他们组成了震撼人心的红海, 为肖战送上了泪水, 而今天这些感人的场面再次浮现。 为了宣传自己的品牌, 不少品牌推出了送票给最佳转发点赞和评论的活动。 肖战球迷文讯赶来。 他们在前排自家球迷的评论下留下了宝贵的支持, 试图让肖战的真爱饭走到肖战面前, 带来大家的爱护。 你敢想象, 在肖战球迷消息之后, 活动开始一个小时后才到场的情况下, 靠着真人现场粉丝的努力, 慢慢把自己的粉丝送到了前排。 几十万个赞没问题。 大家都说, 没有后援会, 没有团票, 一抢一张, 尽量走到你面前, 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们来了。 很多他家的粉丝都说, 肖战的粉丝真是又甜又可怜。 有人说, 这三年来, 肖战的粉丝几乎没有和任何一家内部娱乐公司发生过冲突。 有些人一直觉得肖战没有那么红, 粉丝没有那么强大。 直到观众看到了取票的全过程, 深吸一口气, 吓得半夜睡不着觉。 肖战还是肖战, 国内娱乐圈独一无二的肖战。 肖战的粉丝还是让白家吃醋的。 两情相悦, 真的很感人。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是这个冷冰冰的娱乐圈里, 肖战和他的粉丝们给的最暖心的故事。 近日, 知名女演员迪丽热巴代言的品牌突然宣布取消了与她的合作,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据悉, 该品牌方面在官方声明中表示, 由于迪丽热巴最近的一些言行举止与品牌形象不符, 因此决定终止与她的代言合作。 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各界关注和猜测, 许多人纷纷猜测迪丽热巴的所谓不符合品牌形象的言行举止到底是什么。 有报道指出, 近期迪丽热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些言论和图片引起了争议。 例如, 在她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 有一张照片显示她在野外拿着一支枪, 并写下了打猎, 爱上野味的字样。 这一行为被一些网友批评为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 因为野味在很多地方都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同时也有很多野生动物正在受到威胁。 此外, 还有一些网友指出, 迪丽热巴最近在一些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也引起了争议。 例如,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迪丽热巴被要求跳舞, 但她的表现被评为跳得太生硬, 并被批评为缺乏专业水平和演艺素养。 尽管迪丽热巴方面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但这一事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一些网友表示支持品牌方的决定, 认为迪丽热巴的言行举止确实存在问题, 而另一些网友则表示反对, 认为品牌方的决定太过草率和不公正。 无论如何,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作为公众人物, 每一个言行举止都可能会被放大和扩散, 因此我们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误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